我和我男朋友认识四五年了 我们处对象之后 就是总是会因为一些小问题闹矛盾 他之前还是很关心我的 但是我现在发现 他越来越不关心我了 很多事都显得不那么在乎 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了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做 才算是真的在乎 我女朋友总是说我不爱她 说我不在乎她 我真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要求太招了 我也真的做不到 我希望她别总是 对我提那么多要求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刘先生23岁 来自北京 学生 胡女是22岁 来自北京 学生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是在北京读书是吧 还是北京孩子呀 对 都是 都是是吧 就是在北京读书的北京孩子 在北京读书的北京孩子 好可爱 谈了多久了 两三年 谁追的谁 是她先追的我 然后我不同意 然后我又追的她 还挺波折 什么叫她先追的你 然后你不同意 你又追的她 你拒绝了她是吧 对 然后拒绝她 我又后悔了 多久以后后悔的呀 两三天 这叫后晚劲是吧 然后这个你又追了她 追了多久啊 也没多久 没多久是多久 我跟她说她就同意了 行吧 这个两三年应该还是对彼此比较了解的是吧 今天来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她不爱我了 没有以前那么爱我了 就不爱你就分手就好了嘛 来这儿干嘛呀 舍不得分 又不爱了 又舍不得分 是吧 她怎么不爱你了 就是特别明显 有一次那个我上班的时候 我实习 然后呢中午吃饭 我买了一个煎饼吃 结果那个煎饼里面有蕎麦 然后我对蕎麦过敏 我吃了一两口感觉没什么事 然后呢又吃了两口 发现开始难受了 我就赶紧给那个卖煎饼打电话 结果人家说里头有蕎麦 我就又给她打电话 然后呢她说让我去医院呗 也不说就是我生病了来找我什么的 然后我就去医院了 我自己一个人输液 输着输着我就开始想吐 就更难受了 后来医生说让我进抢救室 我当时可能没觉得那么严重啊 然后呢但我就跟她说得很严重 我说都让我进抢救室了 什么心率特别快 然后看她有什么反应 结果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也不说来找我 我就生气了 我说你干嘛呢 她说她在打台球 当天她跟我说的时候 我当时没有觉得有多严重 因为她之前我们吃饭 她也有过这种对蕎麦过敏 当时也就十分钟左右就好了 我就没太放在心上 再加上我当时在学校附近嘛 离那个她那个医院比较远 所以我就没过去 那还是打台球重要对吧 如果那个时候不是在打台球 是在准备考试 这事性质有变吗 那我肯定就不会让她来了 前提是那天下午她没有课 如果她有课的话 我肯定就让她先上课了 这叫不碍了 然后还有就是她老师 说到的事做不到 就是她在学校嘛 网吧她老师去包业 然后我俩就约定好了 说一周只能去一次 因为我特别烦她包业 就是她第二天要补教嘛 然后又宽客又迟到 然后还不能回我微信 我就不想让她包业 所以说的是一周去一次 但她有一周去了两次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俩就闹分手了 她当时不想分 然后呢跟我说什么看她表现 结果第二天加了一个女的微信 然后还是我当时 翻她手机的时候 翻她朋友圈看见的 文案是那女的提到了她 说什么真的好喜欢你 但是追不到 我说这是谁呀 她装傻 然后说什么不认识 我说你的好友你不认识 然后最后我一直逼问她 她才说 说是什么她朋友的 什么一个朋友 加的微信 你自己说 那天就是回到学校嘛 就有一个女生过来 加微信 她认识我旁边的那个朋友 然后就因为有这层关系嘛 我当时也不好意思拒绝人家 就加了 也没有什么聊天 没有什么沟通 她就给我发微信 我也都是敷衍着回 她发那个朋友圈 她发的时候 我也是不知情的 直到我也在朋友圈看见 然后我才把聊天记录删了 我就想这事就算了 我也拒绝她了 你要是没回人家人 为什么一直找你啊 对 我拒绝她了 你拒绝她 她还跟你表白 还要追你 对 她就没 我没同意的她才会发嘛 我要同意的她就不用发了呀 还删聊天记录 我俩之前就说过 删聊天记录这事 就分手过不止一次 还有一回是她前女友 来北京找她玩 结果她俩没有 没有微信吧 好像是当时 然后就找了她一个朋友 她前女友在她朋友边上 然后给她打视频 叫她出去玩 她也是把聊天记录都删了 然后呢 我俩都说好了 以后不许删聊天记录 什么聊天记录都不能删 她自己喝多了 告诉我这事 说跟我坦白一件事情 然后就告诉我了 我说你把聊天记录都删了 你还告诉我干嘛 你隐瞒得这么好 为什么要告诉我呀 我就没想隐瞒 你没想隐瞒 为什么要删聊天记录啊 当时我就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就觉得删了就得了 就不用说了 后来我一想 还是要告诉你 毕竟我也没去嘛 对不对 好 然后说你这朋友 我当时就说了 我说以后你不许再跟她玩了 她俩关系多好 也不许玩了 她就说她做不到 我说她做不到 就分手 她一说这事 我想起来了 就是有一次 我一个朋友过生日 然后接着朋友也去了 就在那件事情之后 那个我那朋友 那件前女友的事情之后 对 后来我那朋友追着她 这在道歉 然后有很多人在场 她一点面子也不给人家 就不搭理她 就弄得大家 很多人都下不来台 我觉得你有什么事 你哪怕就真的不会原谅她 你事后再真的说 或者你回家你跟我说 大不了以后就不见了 那你当时那样做 谁也下不来台 弄得非常难堪 那本来就是我生气了 我为什么要原谅她 我就因为人多 我就要原谅她吗 我就因为要给你面子 就要原谅她 明明是她先不把我当人的 就是那个朋友 介绍我们俩认识的 然后还又要 又要找她那个前女友 带她 这么严重的事 我怎么当那么多人 面儿原谅她呀 那以后你的朋友 都不把我当人了 道理反正都挺充分的 这就不在意我的感受 是吧 之前我俩 不是经常闹分手吗 但是每次分手 都是我提 然后我求她和好 有一回我俩分时间最长 分了半年 后来我去找她和好 我家离她家十公里 然后我每天骑着电动车 还是冬天 我骑电动车 每天都去找她 她去打台球 我就去她打台球的店找她 然后我还跟她一个朋友 串通好了 然后让她朋友还教我 怎么怎么求她和好 说什么 让我背着她送我的包 带着她送我的戒指 哦 送我戒指 我想起来了 那个你加微信的那个女的 我是不是给你解决办法了 我说让你给我买个项链就行 你后来怎么做的 我说你买了呀 我第一遍说你为什么不买呢 为什么我说了那么多遍你才买 而且那之后还是520 你不知道送我礼物吗 是 她 礼物她倒也需要时间呀 我给你买了吗 就是 就是晚了两天而已 那为什么不能 我当时说要你就给我买 非要等到我生气了 我说不买就分手了 你才会买 什么事都是 我说那就分手 然后你才知道要挽回 你才知道要对我好 其实也不是 平常我也想对你好 偶尔也会对你好 就是 偶尔也会对你好 你混两圈吗 对 然后接着说这个 我分手找她的事 然后呢 我就天天求她 天天求她 她可能觉得这样 不太好 或者有点内疚吧 然后她就跟我和好了 然后我俩出去逛街啥的 有一天我俩进一个玩具店 她看上一个小汽车 但是那个店员说没货了 我看得出来 她可能是挺想要的吧 后来回家了以后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又骑着我的电动车 我去好几个商场 找那个小汽车 想送给她 然后呢 我好不容易找到 一个有货的 我就去她家 然后给她以后 她说谢谢你 她一点都不感动吗 就是一点都不觉得我 我真的想 给她她喜欢的东西 但她从来不会这样对我 我肯定也会感动 就是我 不太像一个表达 有些事我 内心我能感知到 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而且我怎么没送出你礼物啊 你过生日 我给你送那么大一箱礼物 没给你送吗 你还有别的吗 有 还有 那戒指啊 那就这两个 你还能说出别的吗 也有 但是需要想 箱子是什么时候送给我的 是不是咱俩分手以后 我过生日你送给我的 戒指也是吧 我发这么多朋友圈暗示你 你都不知道送我一个戒指 咱俩闹分手了 你才送我戒指的 对吧 你为什么老要暗示啊 你直接说出来 我能不给你买吗 那就是我要的了 不是你想给我的了呀 在网上爱的你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好吃的 好玩的 想让你带我去 你哪个带我去过呀 那我发给你干什么呀 对 你想去 你直接跟我说不就好了吗 你直接发那些我也唱不懂 那还谈什么恋爱呀 那不就是为了发给你 让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让你能猜到我想要什么 我都告诉你答案了呀 所以姑娘的恋爱是猜字迷游戏 是吧 你要猜明白 挺好的 反正就是年轻人谈恋爱的状态 大概在这个岁数谈恋爱 谈都是情绪嘛 对吧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事 你还想跟她继续交往吗 想 就是你这女朋友有意思吗 你看我都没问你其他 我就问你觉得有意思吗 挺有意思 就是作的时候恨死是吧 不作的时候觉得好死是吧 对 如果她有一个开关的话 就是你想见她她就能来 你不想见她你就可以自由 是不是就特别幸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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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没有爱好 她有爱好 你的爱好是她 今天来的目的是 让她多爱你一点 是吧 恐怕你会失望我 你要多爱一点这件事 我们是做不到 但是我也知道 你们也分不开 谈着吧 谈着吧 好好谈着吧 挺有意思的是吧 年轻人恋爱不就这样吗 反正你也看不懂 你就知道一件事 我需要你安慰 我需要你安慰安抚我的情绪 这是女生核心的诉求 对吧 男生其实也非常简单吧 不要那么烦我嘛 适可而止嘛 你说出来不就完了吗 听听老师们给你们什么建议吧 一起进入 邱比特问卷 恋爱是一场 你来我往的感情互动 和感情互换 女生天生敏感 稍有风吹草动 她的心就会震动 所以女生有时候 猜疑怀疑 我们总认为是无端 但是她平的 可能就是自己的直觉 甚至是第六感 但是另外 作为你的男友 你应该明白她的性格 她的性格此刻 这么短短的 和赵传老师的交流 我们都能够感受到 这是一个 几乎没有甜言蜜语的 她是爱在内心的 但是有一些爱 确实由于年龄问题 当然还有爱的程度问题 有些你不满意 女生很显然 她的爱很直接 她自己设定了标准答案 你就要按照我的标准答案来走 但情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呀 每个人的性格 方方面面都是不同的呀 你关键是看这个男生 从心底里到底爱不爱你 就可以了 所以女生有时候也要多些包容体谅啊 作可也 撒娇也是女性的天性 但如果天天撒 人家也会疲劳 猜疑 经常的无端 你自己和对方爱的欲望就会降低 男生并不是说没有问题 虽然性格原因 但是真心爱一个女人 你应该有所表达 你完全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爱的互换 爱的互动 更加的提升一点温度 好吗 谢谢 谢谢包容兄 谢谢老师 那半年无聊吗 就是还行吧 正常 要是说那个生活当中 忽然间没有这个人了 那半年特别无聊的话呢 那后来和好我能理解 既然那半年也没那么无聊 干点别的不好吗 就是你要知道啊 最开始呢 你给他一个刺激 他就有反馈了 慢慢你逐渐升级 你不断地想反馈 你到最后只能捉 捉得越来越厉害 到最后都是 你得跟他分手 他才想起给你买一个戒指 就是人对于刺激 是不断地会去适应的 到最后你只能捉得越来越厉害 给他的刺激越来越高 他才会有 你想要的反馈 所以你会越来越累 他呢 现在他很享受 因为你去捉他 他知道 这是喜欢我 然后我给他一个反馈 看我把他哄得他好开心 这个时候我有成就感 现在他觉得有意思 但时间长了之后 他就会烦 他不会再把这个 当作一种成就感 怎么没完没了呢 因为他的生活当中 一定不止只有你 他还有他的游戏 他还有他的篮球 然后他还有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 但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注意力完全围着自己男朋友转 所以你想要任何生活的趣味 你只能通过捉他 一次比一次捉得厉害 而他呢 一次比一次最开始 好幸福啊 很有趣哦 然后慢慢慢慢地 哇你累不累啊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给自己的生活呢 增加一些别的内容 既然 既然 分手了半年 咱们也没无聊死 说明生活里 还是可以有别的内容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谈恋爱的话呢 女孩得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 谢谢李老师 谢谢老师 曹老师 我从他们俩身上就 看到了你年轻时候的样子 典型的大学时期恋爱的感觉 刚才赵川老师说得非常好 他有爱好 但是你的爱好只有他 这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的结果 我预感到最后的结果 要不然就是拴得太死 他跑了 要不然就是 你把他拴得死死的 以后两个人结婚 成家 他在你身边 每天守着你 变成一个抠脚大汉 你喜欢什么样的他 你现在喜欢他 是因为他可能帅气 性格好 但是他的一切培养 是建立在他的爱好的基础之上 甭管多大岁数 他是需要一定的 个人空间的 拴得太紧了 没用 可能你也会想了 我不拴得紧一点 如果别的女孩 你说趁学而入怎么办 但是也不能老用分手 或者是闹 去宣誓主权 你想让他觉得 他离不开你 你有很多种办法 你没有爱好 你可以适当地去尝试 融入他的生活 不是他出门玩 带着你 就叫你融入他的生活 是起码说你得知道 知道他为什么 要喜欢这个东西吧 是不是要付出一点时间 去了解一下对方的爱好 反之一句话你也是 你可以俩人共同培养 一些东西吗 是因为他作 你可能为了躲他 我去报夜也好 我去打台球也好 其实这些都不是借口 你们俩人根本就没有说 就是共同去建立一些东西 只是互相在一个 攻守的一个状态 而且像最开始说的 你们俩特享受 这个虐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建议 你们俩人应该 好好研究研究 后边应该怎么相处 我说完了 谢谢藏老师 珊娜老师 你俩都没多喜欢 多爱对方 干嘛呀 姑娘 你不是就喜欢他 不喜欢你今儿吗 所以你今儿来是干啥的 他要是喜欢你 你不就不喜欢他了吗 对吧 这不是一悖论吗 我为什么说 你俩都没多喜欢 多爱对方呢 因为如果你真的 那么喜欢这个男生的话 他加了别的微信的女生 你就是可以用一条项链 摆平和哄好的 因为你在意的 根本不是他 你在意的是 他要怎么哄你 他要给你买什么 你喜欢的礼物 其次 当你把分手挂在嘴上 把分手当作 威胁对方的 一种方式的时候 你不觉得自己很廉价吗 就是已经 我得用分手离开你 来让你在意我一点 那这恋爱还谈什么劲啊 你对你的男朋友而言 就是一块砖 什么时候需要 什么时候搬 就是他想起来 我有着女朋友的时候 我联系一下 我让他出现一下 当我有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不需要他的时候 他最好不要出现 而你 男朋友对于你来说 也是一块砖 是哪里需要哪里搬 就是我需要我 你帮我买一个项链的时候 你得出现一下 我需要你充当我男朋友 给我关怀的时候 你得出现一下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恋爱 归根结底就俩字 乏味 就这样 女生全场唯一一次动容 是那个词 廉价 有点受不了 有点绷不住了 是吧 就特别贴切地说明了你的性格 高自尊 低能力 不知道怎么去爱 我要说的最核心的是 不要放纵 现在年轻人谈恋爱 谈得完全地肆无忌惮 我只考虑我 这跟家庭模型是一模一样的 我在家里面是放纵的 我是一个中心 所有人要围着我转 这是第一核心 对吧 第二 想一想在家庭模式里 爸妈是怎么哄孩子的 你们这代年轻人 宝宝 好好学习 有汤吃 宝宝 考一个什么东西 给你一个什么奖励 是还是不是 一样的 这个模式就回归到爱情里面 这就是现在他们的爱情模式 为什么用到廉价那个词的时候 那么难受呢 山道老师你说得对啊 他接受了 仔细一想 他也有自尊啊 他自尊又很高 是一个高自尊的 所以他会非常地难受 和介意的人死 我不廉价 我怎么是廉价的呢 男生有一点 我相信你不是不会表达 不是这样的 追的时候一定特别会表达 全套话术 对吧 怎么会不会呢 这件事不用教 追的过程都会 不会的是怎么相处 也太放纵自己了 同时还是只在意自己的感测 你们心里是没有别人的 我们的建议其实就摆在这儿了 老师们的建议往那儿一堆就摆在这儿了 你顾及别人的感受 有没有顾及 第二 不要太忍性 第三 想磨合继续磨合 不想磨合就分手 别在那儿纠缠 你们是年轻人 第四 人要建立自己的个人爱好 没有个人爱好 只有恋爱 这恋爱也谈不成 最后就是无疾而终 或者痛苦分手 对吧 你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这样的 你也不要装成这样 现在就是新鲜感过了 没那个劲了 回复到平静期里面了 现在的你才是一个相对真实的你 这男人就这样 就真实的他是这样 真实的你也有了 歇斯底里吧 得不到的时候就玩命够了 接不接受这种女人 不用回答我 自己想 接不接受这种男人 真的跟他在一起以后 他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么闷着 我没别的 你跟我 你嫁给我了 我就是这样 甚至我还会再往后退 这就是这个男人 咱认清现实 你还不要 要不要继续交往 自己想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我还是想 再考虑一下 因为刚刚听完老师说的 我觉得 我自己的问题也有 就是管你管太严了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都做不到 百分百地 把所有时间都给我 然后我也不能把我自己的时间都给你 所以我觉得应该我尝试改变一下 再考虑要不要相处 我也觉得要再磨合一下 我之前才以自我为中心了 我改掉之间那些坏习惯 多对你上点心 多对咱俩的爱情上点心 要把这些感情放在心上 咱是谈恋爱啊 咱不是考试啊 放松就好啊 回到生活状态里啊 别来不来的 这么年轻 为什么这个 那么那么浪漫的一个时刻 大家说的就跟老师承认错误啊 老师我错了 我一定要改 你们这恋爱能谈得有趣味吗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通过经营APP 天地FTV网络电视 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应在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开通的直播 我们情感导师会再现帮您大姨结婚 你们还有机会连迈他们 来吧预测一下吧 能分吗 就反正今天你觉得会分吗 我还是看好这对 00后年轻人的恋情的 他们不是不爱 而是不会 不知道怎么去爱 确实都太 以自我为中心了 就是刚才人家俩人 浪漫时刻告白 你说弄得跟做报告 跟做检讨似的 你不觉得是因为前面 有五个人 特别像老师吗 你去想 咱们那个语言场之后 剩给他们俩的 也就剩做检讨了 我觉得我应该自我检讨 就合着是我们的问题 对啊 曹老师 曹老师 不是 我得否认一下 于老师刚才那话 他们不是不会爱 他们现在有点不会搞对象 现在是这个意思 就是高自尊嘛 低能力嘛 对 就是太 就是个人主观意图太强了 他没有互相的那个 太快了 今儿分不了 今儿分不了 来来来来 今儿还能出来哈 来 刹那老师 我倒希望他们别出来了 都没有那种恋爱 那种你浓我浓的感觉 就特别冰冷 就干嘛呢 还互相这么 赶快抓紧时间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不多好 不好吗 对吧 就是其实也可以 不用着急找啊 先把自己那部分 先想清楚了 对 对 对 你先玩开心嘛 对不对 你自己先 来吧 咱着急都没用 老师心态是不对的 要自我检讨一下 刘老师说得非常好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 是做何选择的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 是做何选择的 请开门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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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挺好 不好玩了吗 把这个才有意思 他俩觉得没意思了 还会再折腾吗 还会再折腾吗 那刚才最后那六十秒 俩人白聊了刚才 没有白聊啊 是不白聊 但是我觉得今儿可能就不会 不是 你不觉得 打小就这样吗 也对 老师说的我并不接受 你们想让我这样 我偏要那样 还是要个性张扬吗 这个对他们来说才刺激 这个对他们来说 才是那种爱情的 他们要的那种感觉和感受 分了 怎么着 因为都担心有一个人不出来 我先留着我的面子再说 下面再怎么着再怎么着 对吧 这不是他们的爱情不就这样吗 你告诉他一千句说 千万不要放纵和放任自己的情感 小朋友还是会放任的 因为爸妈会原谅 他们永远是在这个关系里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就看我们节目的父母啊 好好学习一下 好好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